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 装置了Intel i3 N305低功耗CPU 超便宜的万兆软路由 超迷R1 首先还是来更新一版 低功耗小主机接口一栏表 综合大家的意见 在表里添加了最高待机功耗 和最高整机功耗 肯定还有不少关键信息缺失 好在这些小主机 我们每一台都做过详细评测 大家可以通过产品型号 找到我们对应的评测视频观看 说起万兆软路由 我们也评测过好多台了 以前的N5105、N6005 我们就不提了 这台R86SN系列 是我印象很深刻的 在非常迷离的体积内 实现了双SFP加万兆 和三口2.5G 明凡MS01 双SFP加 双2.5G 双雷电 还有三个可变的NVME接口 这两台啊 都是非常优秀的万兆小主机 不过 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小缺点 就是太贵了 在万兆接口还没有普及的今天 价格是不是组织我们选择更高网络贷宽的因素呢 超迷R1 是新上市价格实惠的万兆软路由 N305版本只需要1658元 而N100版本更是只需要998元 和其他万兆软路由的价格相比 确实更适合万兆入门 超迷R1 装置的Intel i3 N305低功耗CPU 八核八线程 32EU的Intel UHD核显 DDR5 4800MHz内存 PCIe 3.0 NVMe X1接口 双屏显示输出 双万兆SFP加网卡 和双2.5G网卡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电源线 SATA线缆 赠送的硅脂 产品说明书 这块DC电源12伏8A 一共96瓦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全铝合金材质 非常扎实 顶部散热鳍片里 增加了一个8010的外置风扇 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设计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Type-C数据接口 USB 3.2A口 TF卡插槽 双HDMI 2.0接口 四个USB 2.0接口 耳麦口 外置天线开孔 后面板 双万兆SFP加网口 双2.5G网络接口 来电自启动 硬开关 12伏电源接口 卸下底部四颗螺丝 打开底盖 看看内部接口 单DDR5内存插槽 最大4800MHz M.2WiFi接口 厂商说以后可以提供一个转NVMe的转接板套件 SATA的数据和电源接口 可以在背板上安装2.5寸SSD 没看见NVMe接口 所以我们得继续拆啊 拆下前面板四颗螺丝 拆下后面板四颗螺丝 拆下主板上四颗螺丝 轻轻提起主板 万兆网卡芯片 上面涂有散热硅脂 CPU顶盖上也涂有散热硅脂 2280的PCIe 3.0的NVMe插槽 顶盖上有铜片来传导热量 我们安装一个PCIe 3.0的NVMe SSD 作为系统盘 BIOS里PL1设置的是15瓦 也就是说常识性能释放 会保持在15瓦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从17瓦下滑 60秒后下滑稳定在15瓦 整机功耗35瓦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2.5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60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15瓦 时温27度的情况下 外置8010风扇启动后 CPU温度最高78度 SSD温度最高57度 CPU-Z多线程2719.2 单线程341.8 在测试过的多款N305小主机中 多线程排第二 仅次于自家的M1 GagBench 5多核5097 单核895 在N305里超过了R286S和畅瓦 GagBench 6多核5074 单核1088 多核成绩位于M1和R286S之后 CPU温度最高 Zero Bench R23 多核5062 单核811 多核成绩比M1和R305稍强 PASMARK多线程11133 单线程1829 在N305中 多线程成绩还在第一梯队 综合上面的比较 在所有的N305产品中 多核成绩还是不错的 但是单核成绩稍微有点不可看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536681 CPU得分252634 我们还给N305运行了OpenW测试 AES505529 XX20256849 CoreMark204401 CoreMark超过了20万分的低功耗小主机 非常好 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接近60帧 能玩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的8位RGB的非压缩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 Intel 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应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8K60帧AV1视频 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 PCIe 3.0 NVMe X1 跑到了890兆B每秒 这就是X1的速度 2.5G网卡我们使用了IPERF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为了测试万兆SFP加的性能 我使用了一台TP-Link ST1008F 8口万兆SFP加交换机 这次通过一个SFP加万兆光口 接入了家庭网络 让软路由分配IP地址 超米R1和MS01都通过光纤跳线 各自连接到万兆交换机 超米R1使用的是 英特尔82599万兆网卡 我们仍然使用 iPF3测试万兆内网的性能 没有开矩增的情况下 单线程上下载都只跑到了3.3G左右 而多线程上传 跑到了6G 多线程下载 跑到了9.4G 达到了万兆的标准 拷贝大文件 最高跑上了900兆B每秒 这台超米R1小主机 装置了低功耗N305CPU 4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50W 代际最高功耗16.8W 按这个结果 946W的DC电源肯定能搞定 室温27度的时候 CPU带机温度56度 SSD带机温度64度 特别说明一下 本机其实是没有内置风扇的 正常情况下是用铝合金机体散热 依靠散热鳍片传递到空气中 所以此时它比我们单考FPU外置风扇火力全开的时候 SSD温度反而更高 室温27度的时候 当考FPU满载的噪声是57分贝 收回在耳边43分贝 超米R1小主机装置了低功耗N305CPU 15W的性能释放 多线程性能在N305中还可以 没有掉队 外置风扇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设计 其实很多这样的金银小主机 朋友们买回去 都有可能自己加一个小风扇 这下厂家帮你加好了 还是温控的 看看这曲线多么顺滑 不会像自己买的USB外置风扇 一上来就是飞机场 两光两电的配置刚刚好 兼顾2.5G和万兆 缺点就是增加NVMe太麻烦了 必须把主板拆下来才能办到 对动手能力不强的同学是个考验 总结一下 超米R1出厂15W的性能释放 Polmark跑出了超20万分 还算不错 散热完美 静音稳定 万兆SFB加与2.5G的网络组合 表现优异 外置温控风扇很巧妙 当然 相比R86S和MS01 超米R1的最大优势就是 以相当便宜的价格 提供了万兆的接口 这在小主机中算是很给力的 我们对超米R1给出了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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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